在二十年前的今日 2001年十月八日 美國和英國澳洲軍隊入侵阿富汗 當然這三個國家的領導人 George W. Bush Tony Blair 和澳洲的John Howard 這三個人 應該現在受審 關於在2001年發動阿富汗戰爭 但這不止 他們在2003年 亦用一些借口 說伊拉克有大殺傷力武器 而在聯合國不批准的情況下 入侵伊拉克 他們現在這三個人 落台之後啪啪酒 但是二十年過了 搞到阿富汗 人民不聊生 生靈塗炭 是否要找人負責任呢 現在是時候 將這三個人 秤去國際戰犯審財處 審一審他們 當然很可惜 這三個人 現在躲在大宅內 享盡所有榮華富貴 他們不用擔心 會被人抓去 受審 這是一個不公平的世界 這三個人 今天 如何向這些死亡的戰士 死亡的平民交代 我真的不知道 對良心如何過 但是 這個日子 應該會來 只是等待適當的時候 這個適當的時候 就是當美國 那個霸權 不阻可以任意妄為的時候 只是當人民 是有意願 將犯下戰爭罪行的領導人 送去國際法庭受審 我就是澳洲人 我們真真正正希望世界和平 人人可以安居樂業的話 我們做人民的 一定要有勇氣 將自己國家的 犯下戰爭罪行的領導人 送去國際法庭受審 我就是澳洲人 我們的前總理 John Howard 是有份的 他可能是小貓一隻 但是他有份的 最重要就是 我們要捉那個聚灰禍首 Joss W. Bush 和Tony Bear 這兩個我捉了 然後稱我們的John Howard 這就對了 但目前來說 可惜 時機未成熟 我總希望 正義一定會來 最多是遲些 我很期望一個日子 國家裏面的人民 有足夠勇氣 將他們犯下戰爭罪行的領袖 送去國際法庭受審 我覺得 這件事才可以使得世界真正和平 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